大家好,我是寿侯,现在我开车又来到了满杜拉口岸,中国与蒙古国的边境啊,再往前几百米就是满杜拉口岸了,前几天我开车也在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过来的,现在又来到了满杜拉口岸,这里是一个那么大的停车场,不过也没有一辆车啊,这边真的太荒凉了,非常荒凉,沿途一路走过来, 除了草还是草,然后几匹马,几只骆驼,就全都是草,这里一个公路养护示意图,非常大的一个地图啊,在后面还有一个厕所,不过里面全都是灰尘了,然后也很少有人出头,一个人带一只小狗自家内蒙古,感觉实在是太荒凉了,之前在西藏也没有这种感觉,有点受不了了, 有时候开车一直走一二百公里,沿途就一样的风景,全都是荒草,这边很有意思啊,弄了一个休息的桌子,四个石头做的板凳啊,不过这边都没什么人,准备开车去前面口岸看一下了, 我以为这里会是个城市,或者一个小镇,原来这个口岸只有两座房子一个口岸,并没有什么可看的, 来这里沿途的公路都修得很不错,到这个口岸处才看到几棵像样的树,沿途来的话就很少看到树, 这有个服务大厅,这个广场也没什么人,准备去口岸处看一下, 这边一个大的显示屏,前面我看还有住宿的地方,超市, 餐椅,一个很大的广场,这广场边中国满都拉口岸,每一个口岸它并不是国戒处啊, 它是在内蒙古地方的,然后再往那边走才到国戒处,不过这边门已经锁封住了, 并不能开车直接去口岸处啊,这里还有一个石碑,也并不是戒碑啊, 这是S211,上面画个1,就是说,起点,S211省道的起点, 这边广场处还正在修管道,前面这个口岸大门是关闭的状态, 那边有一只德姆一直在那里叫,这个黄色的房子也并没有什么, 一直都是关闭的大门,这边广场也是没什么人啊, 还是那边几个工人,这就是口岸的全貌了,把车开在这个位置啊, 可以看到那边的口岸,旁边还有一个正在建设的楼房, 这边也充满的都是树啊,旁边,离开这个口岸处就都是荒草了, 再等一等啊,我终将也会开车从其中一个口岸出国转一转, 等稳定一点,一直自驾俄罗斯就是我的计划, 这两年我的目标还是想开车出国环球旅行一圈, 太阳已经要落山了,这边天恨得很快,因为都是一马平川的草原, 开车离开这里了,就是一个广场没什么看的, 我觉得还是不值得跑几百公里来这看一下口岸, 二连浩特还是有一个口岸景区,也是比较漂亮的, 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广场了,这里就是满都拉在这个位置, 接下来准备从满德拉去巴音乌兰,也是沿着边界, 从巴音乌兰再去往这个乌拉特中旗,这条斜着下来的路线, 因为沿途走的话,要边防证,在边界处, 这是满都拉,这是之前去的二连浩特口岸, 一直都是在边界徘徊啊,现在准备往下走了, 然后一直往西,去往新疆通向。 早上好,昨天我就是在这里陆泳休息的, 一个内蒙古的小镇,满满的草原气息啊, 给大家看一下我停车的地方, 昨天晚上开车才到达这里啊,一个加油站, 因为沿途只有一条公路,我没敢停车, 来到这个有人的地方, 早上起来最让我惊待的就是这条狗了, 昨天晚上停在这里,它们并没有叫, 今天早上起来一看有条狗, 惊待的是它的食物居然是一头羊血腥腥的, 就一头羊在那里,它吃着, 这就比较内蒙古了, 这边就是一个小镇, 小镇人口也并不多啊, 主要是小镇可以有树, 沿途走过来都没有树, 特别荒凉,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里停车休息的, 车子呢,油也不多了, 准备去加油站加点油啊, 这里9.2的油价5.9, 也不算贵, 可以,可以, 谢谢, 在加油站打的一桶水, 准备洗把脸, 去一杯天上的水, 找了明月人世间望呀望, 爱恨重复过千百遍, 红尘里飘扬, 就像只带风吹, 带风吹, 一只吹, 吹中那山里, 那天痛, 那天悲, 迎抱雨送谁放送离开, 当初的地, 风快是天之地, 就像只带风吹, 带风吹, 一只吹, 测下中水去, 眼望里那泪水, 就像那往事消失风吕, 当初的地, 曾记得我的那个水, 那天当初的地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 啊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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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